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你自己主持是Larry 好,这一节又是军武器言和科学新节Crossover的节目,所以今天会见到陈博的 就和陈博讲开,陈博最近和我分享了个消息,听完都有点震惊 原来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在陈博的科技上有技术突破 从以往机械化,电子化,光纤化,大家都能想象到科技树如何发展 但是中国竟然已经开始在光学的形式可以做到一个量产的形式 如果它真的可以做到,就是我们经常说,在LAP做到 和将它变成量产,是两种技术来的 如果现在在国内都能够由LAP转做,真是manufacturing 大量去mass production做出来的时候 将来如果将它放进一些军事的武器,大家都清楚 中国现在很多东西都一定是军事先走的 那么放进去,究竟呢,那个威力又会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例如说,中国很proud of的导弹,就是我们说导弹万能论的一个信徒 如果它将它放进导弹,或者去尖端的飞机里面等等的情况 到底对战局会有什么大影响呢? 例如说,我们经常说打击那些航母的飞弹 东风21D,东风26D,甚至现在已经夸张 东风17也好,东风27也好 瞄住台湾,瞄住日本,瞄住美军基地 甚至乎将来,瞄住关島,瞄住夏威夷,或者美国本土 会不会令到亚太地区,印太地区,即是令到美国海军 甚至乎要找一个非常安全的范围 去逃避中国这种精准的飞弹去打击那个问题 令到台湾的问题又更加恶劣呢? 所以呢,今天这个问题很小,但是它引伸出去 整个地区的政治形势呢,可能都会牵着走 所以呢,今天都和陈博士一起去谈一下这件事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记得帮忙subscribe 我们《骨母器言》和《科学生之台》 记得都帮忙给like 好,那我们介绍陈博士,陈博士你好 Larry你好,其实这件事又不算很新 都是在这一两年的新闻 但是我觉得都值得可以介绍给大家 是的,这件事你和我讲开了 我以前也有看一点,但是没有想过 现在呢,《南华早报》那个报道 可能它也不算很新,但是说到那个 将晶片技术,可以令到整个陀罗尔 现在又是将一些微型化,弄得很小很小 所以令到它的性能上又好像改善,又可以缩小 就是好像突然间,那个科技的跳约 是不是真的去得这么厉害,还是有些什么 符合在里面呢 这里呢,我们要由一些比较简单的概念讲起 但是我要问一下Larry 其实首先呢,如果说陀罗尔这件事 你知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呢? 陀罗尔呢,我们说它是一个input 例如说一架飞弹,或者飞机什么都好 其实它无时无刻都要知道自己 包括它的位置,它在加速,减速 它向哪个角度去,我们觉得 以我的印象呢,它常常说的一件事 叫Angular,这件事 Angular这件事,就是你的动向 你常常都要改变你的姿态,形态, motion等等的情况 所以就可以这样,我认知 陀罗尔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方位 你要知道自己的角度,你的速度 总之你整个动态一定要掌握 你掌握过之后 当然很多东西都是你和别人的relative 例如别人的一个静态,你的动态 你要知道你的relative的情况去到哪一处 你要无论做精准打击也好 或者你做飞机也要降落也好 其实最后你和那件物件一定是有关系的 而这个关系是经常变化的 所以陀罗尔就对Angular 我以前读物理 Angular velocity,Displacement 都是跟那个速度和那个物理距离有关的东西 就是这样说 基本上就是定方位的东西 就讲得简单一些 就是你如果在天空里 被你们领到自己蒙头转向 都不知道看了去哪 你是可以由陀罗尔基本上就帮你记录了 你是曾经向哪个方向转过多少度 于是乎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 现在向哪一个方向 就是当初去搞这件事的时候 就完全是为了在一个空间飞行 就是这样的需要 所以你不要说 说到武器的这些层面 你只是说飞行 你只是说一架飞机去飞 你怎么知道自己现在向哪个方向 什么角度飞 哦 原来指南针 可以告诉你一个方向 但是指南针告诉你这个方向 基本上就是一个二维的方向 你大约知道 比如前面还是后面 是南面还是北面 但是你说如果另外一个角度 你现在是向斜上还是斜下 你游指南针就不是那么明显地给你 所以我们一直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种装置 你不要管它是机械装置 还是电子装置 总之有一种装置 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的行进的方向 是朝哪个方向的 在一个三维空间里面 陀螺仪就是这样的作用 顾名思义 陀螺仪本身 以前来说 是真的有个陀螺在里面 你有没有玩过陀螺呢 有没有玩过那种 是很重的 我想很多朋友都玩过 真的是一种陀螺仪的玩具仔 你可以去将它们几个转了之后 然后将一个搭着一个 是可以完全搭着一些 好像违反地心吸力的形态 你以为它会跌 它又不会跌的那种情况呢? 我没有试过玩过那种事情 是啊 是啊 如果用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如果你试一下 假设你手上捉住一个 都很重的陀螺 那你就双手握住 一只手握住底 一只手握住顶 那它中间你可以在那里转 然后你让它转得很厉害 你会发觉你那两只手 是很难把陀螺的转转转去改 就是你想把它改成的时候 你感觉到有一个力 扭回你转头 是很强的 这个力 就是那个陀螺本身是一个很强的倾向 令它完全在一个空间里 是跟着一个转转的 那这件事情呢 甚至乎是对于我们的地球 对于那些天体运行 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概念 但是你正正就是因为这件东西转转道 然后你反而不会那么容易 就是… �到到周围 就是这个 概要 abord 陀螺而這件事本身是運用了一些很基礎的物理原理 透過這個陀螺很難你扭轉去 很難改變旋轉軸的這個特性 於是他就成為一個很好的參考 一個參照 來告訴你 你相對於這個陀螺轉了多少 就是說你只需要將陀螺放在你自己的飛機裏面的時候 你的飛機怎麼轉 但是你的陀螺本身就會維持著原本 原本還沒轉 起飛時候的那個旋轉軸的狀態 就一直維持著的 那你就透過去量一下你自己的飛機的方向 和那個陀螺而自己本身的旋轉軸的方向改變了多少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飛機其實扭太扭了多少 那麼 繼之而易說 不單止是飛機 而到了後來 你說飛彈也是這樣 你想知道飛彈是不是在飛你上去的方向呢 飛彈自己本身也有一個陀螺儀在那裡 如果你找回一些冷戰時代的那些飛彈 裡面那些舊式的陀螺儀呢 你很容易找到一堆照片就是那些舊式的陀螺儀是怎樣的 你發覺裡面真的有個陀螺在那裡轉 是啊 是的 我看過有些Vin-2那些 Vin-2火箭的那些陀螺儀 真的很原始的 是啊 是的 因為那種就是我們叫最原始 慣性的 機械性的陀螺儀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原理反而是很簡單的 但是到了後來 你知道了 機械的東西會偏差 它是比較容易受制於你測量時候的不差 你怎麼可以做到 你當然盡量想把陀螺儀自己本身做到有的物料 做得有這麼精準 得這麼精準 但是呢 你去量度它的時候的偏差 你也都希望用一些方法 你不是真的用一個良國器去量度的嘛 你都是用你自己本身那些 好像類似羅盆的那些儀器來量度 而那些東西本身如果有一些的摩擦力的時候 是會影響到你的那個陀螺儀 究竟是不是在報一個準確的角度給你聽 甚至乎有些航空事故 都是因為陀螺儀失靈 那些機械的機件卡住了 於是乎就報錯了你現在行進的方向給你聽 然後原來那架機械已經在墜著 你以為在升著 即是在航空市場有很多這樣的意外 所以大家對於用那些機械的陀螺儀 都會覺得有沒有好的方法呢 那中間其實就這樣說了 如果你說要講回今天 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新聞 那個陀螺儀已經是叫做光學的陀螺儀 其實中間都還有一些叫做 是用一些叫做半導體機械的陀螺儀 就是由原本真的有一顆陀螺 就變成了一些很微型化的電子元件 那種陀螺儀 那個已經是中間的一代了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呢 講得光學的東西 用得光纖 用得激光的東西 就一定是靈敏度高 準確度高 而且更活該的就是原來可以做到很便宜 那所以你問如果現在今時今日呢 你還能找到一架飛機 還需要用舊式的陀螺儀 不去更新呢?其實都不用的 一本很普通的飛機 甚至乎是不用說是均不均用 可能民用的呢 你已經有一個不錯的電子化的陀螺儀在裡面 這裏我再問一件事 Larry你記不記得呢? 很多年前那一宗 中國就叫做有架美國的軍機 降落了海南島的那個零水機場那一宗 是,EB-32 當然你還記不記得那一架機 要迫降到海南島之前要做很多的步驟 是,還有最好笑的就是他們最後說 要破壞了那些電子零件的東西 是啊,要破壞了那些東西 其實其中一件事呢 美國一直都很擔心的 你那些文件全部燒掉 你順便電腦全部燒掉 那些東西全部刪掉 你這架飛機要降落的時候 你這架飛機本身的陀螺儀技術 原來對於美國來說 都是覺得不可以留給中國知的技術來的 嗯 其實就是說那個陀螺儀發明呢 就沒得說的了 一定是美國是這個陀螺儀 正確的陀螺儀開發到 一直都是領先的了 那中國是一直都很想獲得這個陀螺儀技術的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新聞就是 我到現在才知道 原來其實中國已經獲得到這種陀螺儀技術 而且還可以去到量產了 嗯 那就是這裡 可能又要Larry你補充一下 其實就是 就是美國它那種 就是對於中國那些技術保密的東西 其實你覺得一路來講 你自己去看吧 你覺得算不算嚴密呢? 很嚴密啊 因為從89年開始 其實89之前都還好的 就是因為有很多改進的戰機計劃 就是有很多 例如有一個叫做Super Seven 超級七計劃 有一個就叫做千八計劃 就是幫助他們在壓展那些戰機的東西 那都是因為當時蘇聯還沒有倒閉 那叫做拉中抗蘇 那Anyway 就去到真的89之後 尤其是都看到蘇聯都倒閉 基本上都所有防火牆隔著 就是例如大家看到中國為什麼有些東西是不動的 例如那些電子科技為什麼那些人說可以呢? 是因為真是很早 格魯曼、Noki Martin 很多他們真的有給過那些科技 黑煙直升機又有給過他 那令到他現在可以有直二零出來 那所以很多他現在呢 比較靠近西方 都是因為當時80年代的那個蜜月期給他 但是真是為什麼看到中國現在的樽頸呢? 就正正因為真是故意不給他 例如中國的引擎不行 就是我們講到的物料科技不行 晶片不行 其實這所有東西都是因為 真的從90年代開始 就要令他跟世界脫軌 那個科技 那接著他就用 就是中國就因為入了WDL 就有經濟實力去再用自己的方法 我們不可以說搶偷拿什麼方式 總之他就拿回來 他們有個磚磚有詞彙 他們叫運作到回來 將那個技術 是 運作到回來也是對 所以我們觀察就是 那個困局就是這裡 就是美國防得很厲害 當然我們現在就 都不是說要故意去考究 就是說中國它怎樣可以獲得 最新的這種這樣的陀螺儀技術 那麼現在最新的要講這種 就是一種叫光學陀螺儀技術 那裡面就是有些光纖 激光 而整個元件可以微型化 就是一個晶片那麼小 你看回以前那些 真的有個陀螺儀的照片 都有個小盒子那麼大的 有兩三個磚頭那麼大的 但是現在真的做到一個晶片那麼小 你還可以放很多塊在那裡 互相參照 就是一塊壞了就不要緊 我大把在那裡 去到量產做到很便宜 如果你說要講那種 晶片式的光學陀螺儀的原理 其實原來也不是那麼難明白的 你基本上就要比較一下 那兩束的激光 就是一束就能夠沿著那個線圈 那個光纖圈順時針轉 另一束就是等它逆時針轉 然後看它們遇到的時候 去到同一個位置的時候 有沒有時差 那譬如說一開始的時候 原來你向左行的那條光 和向右行的那條光 大家進到那個光纖那個圓圈兜的時候 最後是同一時間在一個位置相遇的 如果那個相遇的位置就代表著 我的起點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的機器 向左轉或向右轉的時候 就會令到其中一條光 需要走 就是那個相遇的位置 就不再在原本那個零點位那裡了 就會移動了 那麼簡單來講就是 一個走短了一個走長了 那麼移動了多少 移動了多少就告訴你 你聽到你的機器本身轉了多少 就是那個角度 其實這個原理就簡單到這樣 就是完全由光走的路徑 轉了多少 你用光的話 你想量度它轉了多少 你其實量度它那些由什麼光攝效應 看看它整個上位轉了多少 那些東西我刻意不懶得這麼深 但是基本上就是 你由光的路徑轉了多少 你就知道原本你的機器是轉了多少 你每一個方向X方向Y方向Z方向 你都這樣擺一擺 你可以搜集完整個空間上面那個旋轉 向哪個角度轉了多少 那麼你會發覺就是 完全沒有機械動的部件在裡面 是不是? 那個好處是什麼呢? 你是不再需要害怕有些東西卡住 不再需要害怕陀螺儀本身 因為有一些很無聊的摩擦力 它生了瘦地不知道怎麼樣 那個潤滑又截不到那裡 然後又卡住了 還有有時候你就算沒有卡住了 但是它反應不夠快 那你又會令到你構成了一個不差 現在這種光學陀螺儀在說 沒有旋轉部件 於是沒有摩擦力的影響 然後就是那個電子反應非常快 於是你可以告訴你 那個靈敏度就提高了 還有它用光學 所以報出來的小數後那個位 轉了一個角度 幾多點幾幾幾幾幾幾度 可以報到很正確 那所以呢 而且就是製造技術這麼便宜 所以就一般飛機就算要用 可以完全滿足它有餘 拿到軍事上去到一些飛彈上面 你要做精準打擊精準導向 又是非常有用的 那所以呢 其實就是可以說 中國大陸就對這種技術 就流了口水很久了 那到了今時今日 就是對它來說 不是一個什麼難度 因為呢 原來那些晶片 所需要用到那些 那種幼細程度呢 是200多納米的 哦 200多納米很大的 是的 以你所知 現在中國做晶片現有的技術 可以做到幾幼 十幾二十幾 是的 裡面那個導電的單元 就是那些晶體管的大小大小 就是那條導電的坑 就是那些電子走的那條路 十幾納米這麼粗 是不是 20多納米更加容易掌握到 而這些光學陀螺和晶片 200多納米 你做到200多納米這麼粗 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對它來說 其實完全是要掌握就已經沒有難度了 你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拿回來民用的機器 拿到圖紙 拿到一件東西 你自己再去複製一次 然後有你自己現有技術 再克服一下生產上面的障礙 然後就變成量產 那原來整個過程就已經完成了 它都不需要用到一些很 因為它那個電路都可以做到比較粗 它都不需要用到一些很漂亮的光刻機 因為中國現在的現有的技術 絕對可以應付到有餘 所以就說它已經不只是可以生產 而是可以量產 等於我們經常說的 國內的人是沒有用過黑白電視機的 一例就有彩色 它有時候就是沒有了一個代差 就變成了 突然間有點像我們讀歷史 突然間英國生產了一隻 無敵艦出來之後 反而就反過來就破壞了自己的優勢 因為當全世界都發覺 以前那些不用研究了 現在立刻大家一起研究這些新的 那你以往累積那個代數的優勢 突然間反而被你抹平了 所以就有時科技的奇異點出現都是很有趣的事情 是啊 在那個光學陀螺儀的事件 你會發覺就是那種新的技術 它是需要的東西 最關鍵就是你的儀器的精密 但是儀器的原理其實是很容易掌握的 它也不是這麼難的技術來的 而甚至乎是有很多在軍事上並不敏感的產品 基本上都可以告訴你這個技術的竅門 譬如那種叫做激光的光攝儀的技術 你有了這種技術 把它放在光纖上就可以在陀螺儀用 所以甚至乎就是 你說中國研究人員一樣可以說 我其實不需要找人去抄些什麼回來的 其實這些東西由現有手上的技術 我將它砌在一起自己都可以開發到 那我也都覺得不奇怪這件事 好 那我再說一些軍事的形容 因為大家我想聽完這個消息都立刻想的了 就是如果現在中國他們的導彈 因為和陳博聊天 陳博也說了一句 我都有點震驚的事情 就是你說他們的導彈 就是他們用那個陀螺儀 他們都用到很原始的陀螺儀 以前的時候真的是 真的挺可怕的 你說以前用的陀螺儀 那個質素是相當低的 所以聽起來 如果你用一些很機械的 還在說慣性那種 甚至乎去到80年代 那些國產飛彈都還在用那些陀螺儀 因為那個電子技術真的不發達 是 很誇張 所以你說它去到剛才 陳博說中間那一代 就是電子那些它又不一般的 現在一跳呢 變成它接下來用的導彈 大家都知道他們通常都是導彈萬物的 包括導彈可以攔截你所有的東西 又可以攻擊你 又可以打航母 什麼都可以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觀察他們 用那個導彈來做一個叫做威懾 或者簡單說 就是它怎樣做一個叫做A2AD的戰術 我覺得我都很熟悉的了 那問題就是 他們那些飛彈不是純粹 以往美蘇那種 就是打你的固定目標 打你的大城市 打你的指揮所 打你的那個雷達 那些 它不是的 它現在是打航母艦 那以往已經說到自己很準的了 那如果現在那個陀螺園再準些 就是現在放在飛彈上面 就是那個input那個data 就那個誤差再細些 那可能令到我們經常說 那些飛彈的CEP 就是那個誤差半徑再熟悉 其實是不是真的會令到 它這個打擊航母的神話呢 真是再更上一層樓 還是其實中間都還有很多東西要相輔相成 大家一起數一數一下 你要去做精準打擊還有什麼因素 陀螺園是其中一環 那我就會 我自己都會感覺到 就是那個中外的 那個在陀螺園的技術的差別 已經沒有什麼差別的了 其實大家都掌握到那種激光陀螺園技術 那愚客下來就由其他因素決定 你那個精準打擊能力有多高了 那大家知道 你首先你拿那個坐標 那就要看一下你那套GPS 還是我的那套北斗比較準 是不是 然後 還有就是 你本身那個火箭 那種去改變 就是那個變軌的能力 那是哪個高一些 如果我現在想到 在少數後的角度 需要在少數後 第五、第六、第七個位置做修正 你本身那個發射引擎 能不能夠去應付到 你做一個這麼精準的修正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那另外還有你那個 制度系統 就是這個guide system 你預算要打移動目標 所以我不是單憑著 你開頭進入一個座標 就算數的 就是你拿了 開頭給你的座標 你向那個座標飛之後 你自己再需要找一隻眼 來去看一下那裡附近 去移動了去哪裡 然後就馬上去修正 這件事 就是另外的一套 就是你怎樣和那個目標物 去移動了多少 然後再去修正 然後陀螺儀就不停地告訴你 你轉了多少 但是你同時也都是需要 去有你自己的那個機械 來告訴你 你怎樣去滿足 去修正那個軌道 就是剩下的就是那個導航的技術 和你開始量度那個坐標的技術 就是那裡來決定了你那個精準打擊的能力 那我自己會覺得 在那個陀螺儀技術那裡 可能大家的距離 沒有什麼距離在那裡了 嗯 可以這樣說 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那個 陀螺儀的技術 就是叫做同一代 是啊 是啊 你用到光學激光的東西 就已經是同一代了 我想加多一個因素 加多一個因素就是 美軍那個攔截技術 就是美國的攔截技術 就是除了剛才你怎樣精準打擊 就是我又怎樣去 counter 去反制你 那麼就美國這邊呢 就當然明顯就是 他的那個導彈技術 現在在海上攔截 我們叫做神盾系統 那麼他都是第一 就是他都要找到 他都是找你出來的 其實 找你出來之外呢 就是用導彈打擊你 那麼以往呢 就大家經常計一條數就是 對方呢 就我當他准 然後還有一個速度 速度就要計到你的彈道 所以另一個問題就是 你那個機動 剛才陳博說過 就是你那個機動力有多強 是吧 那麼你那個追蹤到 航母的能力 加你的機動力 去逃避對方的攔截 那麼再加上 就是對方他計算到 彈道之外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就是包括他的反應速度 反應速度也都包括 就是那支彈的速度 還有他最後要協調那個變化 那個打擊 那麼就 現在美國都很積極的 就是他發展那個反盜的 就是大家都見 美國的玩盾 就玩得很厲害的 就是他的概念就是 如果我盾玩得厲害呢 你的矛盾刺不了我 就只有我刺到你 那麼我就贏了你 那麼我覺得這個很 陳博這個是很古典的 就是我們說 希臘那些盾兵 我知道我的盾兵向前走 一路推 其實你一定是不夠學打的 那種的想法 很有趣 但anyway 我覺得就是 這個步驟是不是 真是 中國呢 就是他那個 現在用了一個 新的光學這個呢 有沒有那個機會 可以打破到那個平衡位呢 嗯 那麼說 在某一個領域 現在叫做 可以說追平了 追貼了 你要去 其他是不是可以 追得平 你就要比較 剛才說的另外一堆因素 是的 那麼在這裡來講 就是 我們這集 就不會覆蓋這些話題 但是 起碼我們現在 只知道一個消息 就是 夢寐以求多年的 陀螺螢技術 那現在 就是 中國我可以說 都幾全面掌握的 但是你說 會不會在光學的技術之上 還有一些 再可以精進一些的位置呢 那其實是有的 但是我會認為 在現在的這個 中國掌握到的 在光學的陀螺螢技術裡面 應該都滿足到它自己 就是那個軍事任務上的需要 嗯 所以呢 我們這一集 給大家清楚知道 就是中國現在發展了一個新的陀螺螢 其實就 都說 第一 他夢寐以求的 就是 一直都很想得到 終於得到 而美國 我相信 都會有不開心的 不過 始終科技 都一直向前走 那 會不會之後 又會突破了光學 去到下一個 就是我不知道 量子 還是 我不知道量子 是不是那個方向 陀螺 就是量子 是不是他下一代的方向 還是其他方向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就是 是啊 Anyway 如果是 到時候又有他其他方式去追趕 那我們就在這個觀察 有其他的資訊 就為大家繼續跟進 好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 沒like的就like 還有subscribe我們 包括軍武器言 和科樂新知兩個台 好 那我們在其他節目 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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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